丞海 Yoshimpei 丞海洁 丞海森 丞海 oczywiście 比较致 zamir 关注啊 我知道這個事 看到我這個事情 但是我具體情節 我還沒有展開了解 關注到會看到這個新聞 astern Canada 就阻止它呀 台湾是我们的国土 不能说它想来就来 我们都非常支持我们的祖国 对台湾这一块 不能让人去搅洪水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14亿人民都是我们 中国军队的后盾 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 还是4月份的时候 它其实已经表达 要来过一次了 但是我们已经给过警告了 但是它现在还是依旧 这么一个状态的话 当然我们不排除 它背后有些势力 推进它这么一个行为 但最终的目的 肯定是将中美对立起来 激化矛盾 就不抵触吧 不希望它来 我感觉就是 美国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呗 我觉得不仅是它自尊的问题 它一定是带着 它利益结算的关系来的 而且台湾省领导人蔡 蔡同志 她极需要有一个保护伞 来为她撑腰 佩洛西正好也需要转移 矛盾的这么一个点 我觉得佩洛西一个是政治作秀 还有一个呢 它本身 它也是代表美国的利益 它想来到这边去搅洪水 把这个亚太给搞乱 损害我们的利益 最终来讲 它是损害全世界的利益 它并不是说它就独善起身 别老瞎折腾 别老瞎折腾 让它蹭到别的地方去吧 再问一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